亚洲第一高人结婚多年没孩子,他妻子也说,做许多事都不方便,亚洲第一高人,结婚多年没孩子,他妻子也说,做许多事都不方便,文云平说,人文要说在中国身高谁的最高,许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便是姚明,然而事实上姚明并不是中国最高的一个人,这个人在上海获得了一项吉尼斯记录,被称为是亚洲第一高人, 他的身高当时也只是2米37,后来更是长到了2米42,这样的身高真的是比姚明还要高出许多,便是张俊才,很多人认为他的这个身高,不为中国的篮球事业争光真的是浪费了,可是对于他来说,他是不能够进行剧烈的运动的,他的身高也只是因为自身有这一种病才导致了这样,在他16岁之前,身高都是很正常的, 可是到了后来,发现了一个问题,也就是到他22岁便有了2米12的身高,这种事情让他的家人也是很担心,于是,就去医院进行了检查。 去到医院检查后,才发现原来他身高猛涨,竟然,是因为他患有垂体瘤,这让他的家人都是很担心,可是,没有任何的办法,医生建议做手术,于是就成功地遏制了他身高的继续增长。 但是,对于这样的病症,他没有任何的办法,对于自己的身高也是很有想法,一度想要轻生,然而对于他所想,却有着不一样的事发生了,让他豁然开朗,甚至得到了爱情。 这真的是一件可喜的事情,正,是因为他妻子的开导,最终两人成功地走到了一起,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和心境,但是,对于他的身高却是出现了问题,两人结婚多年,感情是非常的好,在一起也是非常幸福,家庭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,然而对于两人来说有着一大遗憾,那就是两人没有孩子。 对于这件事情,当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了,毕竟两人的身高差异,导致了许多事情都是有着问题,最终也就没能有孩子,这件事情也是成为了两人的心病,他们两人更是去看过医生,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,这样的话,在家里也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了。 可是,对于长时间的在一起,两人没有孩子,这也让许多的邻里对他们议论纷纷,感觉到很是不自在。 可是,对于这样的事情,两人,也是非常的无奈的,毕竟两个人并不是不想要孩子,而是因为身高的差距让两人很是不方便,就算是行走在路上,或者躺下睡觉, 这都是一大难题,身高太高让张俊才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,对于这样的事情,其实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,不能生孩子也是因为身高惹的祸,然而对于这件事来说,他的妻子也是不介意,虽然因为身高的问题生活中很是不方便,但是总是能够克服的。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,希望他们能够尽早的有自己的孩子,成为一个幸福美马的家庭。